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爱ING 与我长达77年邦誼的中南美洲国家多米尼加 昨天一号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 中华民国也自其日起终止与多国的外交关系 终止双边合作计划撤离大使馆 如何的观察和多米尼加断交的影响 而台湾未来外交和国际空间又哪些关注的面向 相关的议题我们在今天访问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深入探讨 非常欢迎王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理事长你好 理事长与我国建交77年多米尼加 宣布和我断交和中国大陆建交 对于这次和多米尼加断交 不晓得理事长你有什么看法 基本上同享印量很久的一件断交事件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 多米尼加断的国家顾问 中总组的华丽顾问 那么叫埃斯皮罗他有特别提到了 他说这是一个历史跟社会现实的一个什么 迫使他们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路线 也就是说接受中国的这样的一条路线 那什么是历史与社会经的现实呢 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特别提出了 他说过去大陆跟这个多国 他们之间逐连增加 那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进口供应国了 就等于多米尼加的第一大进口供应国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其实早就在多米尼加经营这一些 很多的各种事业 那么才有这样的一个 到今天认为他们可以收割的一个时候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 早就在那边经营了 而且经营到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多米尼加跟大陆之间 他每一年的贸易额都已经到达 这个20亿美元以上了 而且已经变成加勒比亚的国家之间了 在中美洲里面 这些国家里面 在中国里面第二大贸易伙伴有关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可能多米尼加只是一个警信 但可能更多的我们的邦交国里面 中国大陆可能早就已经进入到那边去进行它的 可以说是一种外交投资吧 或者是投资外交也都可以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这里可以跟我们像是一个警信吧 因为可能不只是多米尼加 其他国家 就我们的邦交国里面 可能也都有相关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是 非常谢谢理事长您的解析 刚才您有提到 中国大陆跟多米尼加的这个贸易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在台湾2017年多米尼加跟中华民国 双边贸易额高达了 有1亿9743万多美元 那么中华民国对多米尼加 出口1亿2400多美元 进口7000多万美元 当然相较中国大陆跟多米尼加 是有一些差距的 不过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那么多米尼加跟中国大陆建交呢 其实呢是有这个历史跟社会的因素 那么也提到了可能在外交的这个警讯上 我们要特别留意 所以紧接着要请教理事长 那么在我们关注多国断交 对台湾的影响 我们也真的担心 是不是会产生所谓的骨牌 效应或血崩式的断交潮呢 不会那么快 但是要保持一个警惕之心 因为刚才提到大陆对多米尼加 你看用投资外交来讲的话 光多米尼加这一次所宣布的 他们就高达30.94亿美元的这个贷款 可以这么多 而且还注意到 他们用这些贷款做什么 去建这个平家住宅 高速公路 铁路 还有天然瓦斯 水利电厂 这个焚化炉等等 还有民航中心等等 这些东西的一个建设 可以说是一个包山包海的 这样操作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东西我倒思考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中国会这么样的一个 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国家 也可以这么说 这么多的这个小国 你把一个资源那么多 投入到一个国家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合理 但我们也不得不了解 2013年以后 中国大陆它推展的一个叫做 一带一路的一个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资金 人才 还有这个技术 不断的往这些小国家 投入 或者讲 那种比较那个 有目的性来讲 不断的 深入这些小国家里面去 那这个东西可以 它是在建构一个叫做 中国国际经济的一个大循环 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个大全国家 它要建立起一个 循环体系的话 那它必须要有一个 以它为中心 那么所建构出来的 这种国际经济的大循环 这里面包含了资金技术 跟人才的一种流动 那现在整体来讲的话 那么美国是一个 大的一个霸权国家 中国也逐渐在形成 一个霸权的国家 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在形成我们 一般国际社会讲的 叫基土 所以美国是以民主的国家 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 国际大循环 以冷战时期来看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 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个苏联 现在美国还是维持 它的国际一个大循环 那中国在截起的过程里面 它也逐渐在建构一个 国际经济大循环的 一个关系出来 那这个循环呢 就把很多这些小国 都捡入到这个 中国的一个经济大潮里面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它把钱丢出去了 不是像以前说 跟我们台湾在玩外交战 那就把钱给这些国家 现在不是 他们现在说 好我给你钱 但是我必须要帮你建设些什么 那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把你这个国家 纳入到整体的一个 属于中国所建构出来的 这种国际经济大循环的 一个大了 环境里面去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把这些国家 都捡入到这个 大潮里面去了 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投资都比 人家可能就一亿美元 但人家就是三十亿美元 这差距就很大了嘛 所以我们的一个 警心在这里说 我们确实就台湾来讲 应该还是在了解 大陆现在所做的 操作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单纯的 还是在维持以前的 金钱外交 还是说现在 有它国际的一个 大循环的需要 它必须要把这些国家 都捡进来 其实很多国家 都已经被它捡进去了 因为用一带一路来讲 都已经捡入到 它的一个大潮里面去了 我们现在只是因为 透明尼亚是跟我们 有外交关系 它要跟我们断交 所以我们注意到了 这个东西亚这个国家 那其实有更多的国家 都已经捡进去了 这是我们要正视 或者理性去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 非常谢谢李治长 提醒一局解析 李治长 那除了这个经济层面艺术 您刚刚讲 经济的大循环 还有一带一路的策略之外 我们知道拉丁美洲 是美国的后院 那您怎么样观察 未来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拉丁美洲 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 就是川普总统上来以后 一直有一点排外的一种想法 所以他在跟墨西哥的边境 盖那个大围墙 然后阻止这些 拉丁美洲的移民 向美国推进这样子 那美国走向这种 比较属于保护主义的 一种政策 所以拉丁美洲 即使是美国的后院 那么因为你自己要保护嘛 你不要弄这国家的移民进去嘛 那中国就有机会 蹭进去了 就是你逐渐的在特策 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的时候 就留给别人机会了 所以会看得出来就是说 去年的巴拉玛 今年的多米尼加 都是发生在这个中美洲的国家 也就是我们的邦交国 那这个显现就是说 如果不是美国 一直在围堵这些国家 或者说对这些国家放手的话 大陆也不可能那么快 或者是那么大剌剌的 把那么多资金 投入到这些国家里面 去搞这个外交投资 所以这是一个 对美国来讲的话 也是一种警讯 告诉美国人就是说 你如果不再继续去经营 这些国家的话 或者你的区域 或者是你的后院的话 中国都可能会进去 所以不只是对台湾的邦交国 是一个警讯之外 对美国整体的国际战略 的一个操作的话 它也应该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警讯 是 好 我们在今天关注有关 跟中华民国长达77年邦宜的 中南美洲国家 多米尼加在1号宣布 跟中国大陆建交 到底有哪些原因 还有怎么样来观察 和多米尼加断交之后 的一些相关影响 我们在今天访问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理事长 王坤一来观察探讨 那么在节目后半阶段 稍后将请王理事长来针对 我们刚才有提到 中国大陆跟多米尼加建交 我们也想知道说 是否会拉高 美中在拉丁美洲的角力 还有台湾未来在参与国际空间 又会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未来 谈起前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啊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安居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 黄坤毅教授 针对与我长达77年邦尼的 中南美洲国家多米加 昨天1号宣布和中国大陆建交 和中华民国也自己一起 终止和多国的外交关系 在上一段节目中 理事长刚刚我们分析了 我们需要关注哪些的面向 接着要请理事长来观察 就是中国大陆除了挖我邦交国之外 对于我外交还有国际空间呢 也是请说的力道是蛮强的 包括我们没有获邀参与 国际组织像是WHA大会 或者是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还有代表处被迫更民 有活动的时候国籍被撤 还有一些国际公司 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 不晓得理事长怎么样观察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其实他的思维都很清楚 就是我如果不要让你有国际空间的话 那你就自然就非国家化了 就是说你不是想要独立吗 你不是走台独吗 那我如果不要让你有国际空间的话 没有人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你就独不了了 那么这个情况就像这个加萨罗尼亚那个 他们搞独立了 你即使有独立公投了 最后呢 这个欧盟国家甚至其他美国家 都没有去承认他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他们要独立的一个目的 那中国很清楚 他说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来承认你 你即使搞统独公投了 即使让你通过了 你也没用 所以这是他一直在国际间 要打压我们这个国际空间 或者是外交邦交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就不要让你有国际空间 我就逼着你 非像我这边妥协 就像中国妥协 那妥协什么呢 据说他要求的这个九二公司 或者是一中原则 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 变成国际化 但把它变成一种国际准则 所以要跟中国交往的国家 都必须要共同遵守 中国自己所定立的这个国际准则 那如果所有的国家好 今天假设台湾变成一个林邦交 全世界各国家都承认 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准则的话 那台湾就完全非国家化了 你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国家了 所以这是一个 他在操纵国际社会里面 对台湾除了打压之外 对台湾也最重要的一个操纵方式 就是让你非国家化 所以目前看来两岸是没有回旋的空间 比如说蔡英文总统强调两岸维持现状 所以看起来还是要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这样的政治前提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是攸关我们台湾内部的这种 所谓这个很难力政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执政的话 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可以接受九二共识 但是民党就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就不能接受 所以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统或者是毒或者九二共识 或者是接不接受 是不是变成一个全民的共识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如果九二共识还是一个难力分歧很大的话 那你要求民党执政的政府 要去接受九二共识 那可能性就相当难 相当的低 不高就是了 那同样你叫国民党去接受毒 那也不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政治的问题 那至于未来政治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情况 是整个台湾都趋下一毒 还是都趋下一桶 那这个东西还看中国的一个发展了 如果中国一直这样的打压台湾的话 那你要让台湾全部都往桶的方向去走 可能性也不太高 因为毕竟在一个压力之下 那么反而就会越高 那么当然他过去也有这种 所谓这个对台三十一项政策 那么让台湾的吸收台湾的人才 给予台湾的很多的优惠的这种措施 等等的这种 这是他软行为 对台湾的一个软行为的一个吸纳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软之外 他也用硬的这种打压 比如说精湿演习 这个战斗机的在台海周边的东部的这个长航演训 那现在的这个外交战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一个是整体的 它是又软又硬 然后这软硬里面包含了 经济上会台 军事上演习压制 然后这个外交上就可以打压 所以总体的这样来讲的话 两岸之间其实现在目前在 蔡总统的指正之下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 都是一种相互备战的过程 这个对战当然不含这个武力使用了这样的一种对战的关系 但事实上它事实上是存在两岸之间是一个强力的调量 好 非常谢谢老师你的解析以及建议 我们在今天关注有关中华民国和中南美洲国家多米尼加长达77年的邦誼 不过就在1号的时候呢 多米尼加宣布和中国大陆建交 那么目前台湾的邦交国一共有19个国家 那么观察多米尼加断交后的一些相关影响 还有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国际外交战略思维 台湾未来在外交跟国际空间有哪些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关注面向 还有要克服哪些挑战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理事长 王坤一教授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王理事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理事长